代表安天,很多人說空姐牛肉飯,或者銀龍, 其實他們只不過是轉跑道的, 現在空姐牛肉飯到4月26日結業,很多人趕快打架, 他說他圍著你做,是不希望被黃圈恥笑, 實際上,他說現在很難請人一萬元一個星期回六日, 做幾個小時而已,不是叫你回全日都請不到人, 事實上,他倒閉你拍手掌,他轉了一條軌道, 所謂的辦的旅行社,其實就是跟樓盤掛鉤, 其實不只是他,大摩大波man都是,華記都是, 這班人已經在開放了關卡之後,他們極速轉移, 他們以他們的藍色KOL,開始招來這些人, 最重要是投資大灣區,當然,他們都會搞一些民村大地震的為止, 然後不要再埋怨任何東西,不要再埋怨自由,不要再埋怨地方勢, 不要再埋怨什麼貴,只要你能夠呼吸已經很幸福, 這個就是郭德英,他們賺到更加大的錢, 這個世界由黃鑽藍,你看到亞布泰就慘了, 而這些藍店,你留意一下,到今時今日,哪一個賺不到食, 如果不是這個疫情,銀龍老闆娘都好, 因為銀龍在撐警的時候,他同一時間在深圳開了一間茶餐廳, 結果是因為疫情期間開不了店鋪,所以倒閉, 並不是說他投資的眼光有問題,因為他們吃了藍這一部分, 藍的只要你不要太過分,他們說的是好處性價比, 只要你比較的,而最重要的就是人物關係, 好像因為你是這樣的話,樓盤, 樓盤這些旅行團很好做的,為什麼? 因為從頭到尾帶你上去看樓的話,樓盤是包了你所有的免費令, 好像空姐一樣,我很簡單,我們收180元一位,即日來回, 或者好像去維州,維州兩日團,跟旅行社簽了, 那事實上你整個行程,包括其中有一餐,或者有某一個項目,就是留本包的, 這樣基本上你就穩賺不賠,賣到樓之後還有提成, 所以你們不要笑,說在空姐牛肉飯倒閉, 事實上大波man正在做,華記正在做, 今時今日最遲那個是真真正正就是空姐了, 空姐到今天還要講到4月26日倒閉, 其實我相信他等了很久,不過租約期滿而已, 如果不是有張租約和大地餐商商場那邊簽了, 即使你不做,你都要補差價的話, 我想他一早就轉了, 這個就是為什麼人情願做男,不做王, 即使做王的都是扮王,你就明白的了, 要打卡,很趕快去, 好像我們的極厲害的網友,常威,馬來西亞來到, 打一張卡先,就是這個意思, 節目做到這裡,希望大家like, 追蹤share,訂閱課金,看廣告, 可以說加入會員和比賽,大比安天娜,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,拜拜!